独家现场济南围建别墅群拆除 天井玉村围建民宿两天内移为平地 多村拆除工作同时进行 济南对围建别墅的拆除比想象更迅速 1月13日 经济参考报刊发数千栋坚挺别墅 野蛮侵蚀济南全域保护区 济南南部山区数千栋围建别墅窥然不懂 个别新别墅项目仍在大张旗鼓建设中 1月14日 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孙力成 带领济南市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到南部山区现场研究处置违法违章建筑 根据此前的报道 南部山区天井玉村 先期建成的20套违建别墅 安然无恙 而且有80栋新的别墅项目正在家景建设中 天井玉村地处泰山余脉 从济南城区到这里需要走香道 翻过一道高高的山林在下坡 才能隐隐约约看到家与两山之间的村子 1月15日下午20许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到达天井玉村村口时 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 这距离拆除现场还有数百米 记者准备拍照时遭到了对方的呵斥 随后现场一台车内下来八九名工作人员 语气强硬地表示 这里不准拍照 把刚才拍的照片删除 另一名工作人员则和善许多 表示这是我们的工作 请您理解 不要为难我们 综合2021年5月的公开招标资料 以及现场工作人员信息 正在拆除的别墅系天井玉科技康阳小镇 建设单位为济南盛世乾隆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大股东为济南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规模1.5万平方米 工程金额3700万元 记者爬上天井玉村一侧的野山港后看到 五六台挖掘机同时展开作业 拆除未完工的十余栋别墅 现场时常有建筑框架轰然倒塌 至下午5时许 十余栋别墅拆除完毕 现场只剩下碎石块 当金条、木料等建筑废料 整齐地堆在施工形成的道路两旁 两辆洒水车在不时地喷水除尘 记者提出了采访要求 现场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能接受采访的人不在 天井玉村距离济南城区也就20公里左右 的确适合做短途民宿 现场一位老大爷说 我就是周末来这里玩 怎么就不让进去了 另一名围观群众则说 昨天听说这里开始拆了 来看看热闹 现在恐怕全世界都知道这里要拆了 记者留意道 天井玉村除了这些已经拆除的建筑框架 还零星散落着几处村民的老房子 有村民指着老房子告诉记者 你看我的屋子就成这样 屋顶也漏了 就是没法重修 开发企业一会儿说要我的房子 一会儿又说不要 这一拆除可好 我的房子估计企业不会要了 天井玉村两侧的山岗上 依旧分布着多处已经建成的别墅类建筑 因为封锁而已经停业 尚不知后续是否会继续拆除 现场工作人员说 拆除已经进行到第二天了 不仅是天井玉村 其他很多村子的拆除也在同步进行 不仅是天井玉村